對嗎? 你是來台灣民進府上課對不對? 對 這台灣民進府這五年 可以它改名嗎? 改做台灣國你看 可以嗎? 改做台灣臨時政府可以嗎? 可以 台灣共和國可以嗎? 大家不是要做國家嗎? 要獨立嗎? 改做台灣共和國 台灣國,台灣臨時政府 通通不可以 台灣民進府這五年 它是法律上 有它的 專有名詞 什麼叫做 台灣民進府? 台灣民進府就是 兩個國家建政以後 建所有的國家土地去派遣去 去派遣去 在這塊土地的老百姓 自己 要成立 民政府 民政府 像像 劉球 美國在1945年 四月櫃把他撿下去 劉球的所在成立 劉球 民政府 民政府 民政府是什麼人在管的? 就是 尖娘家在管的 尖娘家在管的 台灣是叫做 美國軍事政府 所以台灣民政府這個名字 不定你不敢 你賣的 不可以 一定要用 台灣民政府 台灣 civil government 這是建政法裡面的規定 台灣很可笑 台灣很可笑 1945年 去給美國 簽領 美國派中華民國 來幫你簽領 代替美國來簽領 那時候 中華民國 有成立台灣民政有嗎? 有嗎? 有嗎? 你想想看 你看有嗎? 台灣是有 是你不知道而已 你在這個以前 有一個組織叫做 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你沒聽到嗎? 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在現在台灣行政府的前身 叫做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你沒聽到嗎? 沒聽到嗎? 沒聽到嗎? 有一個當年你沒聽到嗎? 叫做台灣警備總司令部 警備總部 你有沒有聽到嗎? 有齁 台灣警備總司令部 就是什麼? 就是中國軍政府 所以 中華民國要來台灣以前 美國就先跟中華民國說 你要去台灣簽領 你一定要有兩個單位 第一個就是 台灣民政府 第二個叫做 中國軍政府 這台灣民政府 因為他沒有要 讓台灣人知道 他另外給他 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這兩個單位來台灣 他後 什麼人比較大? 中國軍政府那麼大? 就是台灣警備總司令部更大 所以台灣警備總司令部 警備總部 警備總部 就叫做 中國軍政府 仔細了 蛤人 台灣遇到哪里 美鳳 meu 他 在島 很害怕,台灣死很多人 很可能台灣到現在不知道說是禮禮拜死幾月 禮禮拜死幾月,你們不知道? 你們知道怎麼會害羞? 你看,這很大的事情 台灣那時候是四百萬人的人口 不好意思,六百萬人 六百萬人的人口 死多少? 根據調查 你們知道嗎? 日禮拜一後,一休數千年發生 經過十五年,一休六二年 那時候的省政府已經有省立了 警務處的處長回答省議員 他問說 台灣的這個戶口 搶到家府 你戶口普通 有幾個人? 有戶口? 全都找不到那個人的有多少? 他怎麼回答呢? 十二萬六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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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萬六千的省 裡面可能有三萬九千一百名 就是去南郵戰爭,去中國戰爭的 現在在日本的政國身上 所以三萬九千名給你算四萬 十二萬,六千靠四萬,要再來八萬 還有一些ホームレース 就是沒房子在家裡,找不到的人 讓你加加加加加的 最多是七八萬人 七八萬人是怎麼 比式恐怖 影響台灣人那麼大 我們前世間 我六十幾歲了 我的媳婦跟我說 你們說 你們有影響不出 政地賣賊 我不知道你們的媳婦 我跟你們說過嗎? 我最憐你們的媳婦也這樣跟你們說 那 科研那當時 台灣死了很累 死了很辛苦 死了很辛苦 死了 所有家庭 平均一個家庭 都有死一個人 你想想 六萬 那他六百萬 百分之一嘛 所以 是一個人 對家庭的影響 超過十的人 我記得 我以前 我的阿公 那當時 阿公阿嬤的時候 我阿嬤生了十一歲 我不知道你們的情形 但是 你們的情形 我相信也都生了很多 所以那當時 那年 台灣死了那麼多 死了很辛苦 之後就開始了 走陰 打 對中國人 討厭 國民黨討厭 但是 台灣人 埃及四號 稍微給你一些豬頭 稍微給你一個冬 就都替他講過了 所以 行政長官說 是美國的下令 說你要改 所以在19 四七年的六月十五 美國 美國下令 中華美國 要將行政長官公署 改造台灣新政府 照度你來說 他如果 改造 應該是叫做台灣 不姓 台灣實在不姓 那姓是 中華民國自己的 所以這個新政府 照度你來說 新政府的主席 還是姓長 一定要台灣人 在那時候 中華州 反應差 凹一趟 沒有 你管那麼多 所以台灣是 送給你海事 送命令 送命令 是美國人 說很好的營業 但是美國的參眾議員 非常認識 這個女子很厲害 他做那個 故宮的那些東西 做禮物 送他送他 美國人也一樣 看到東西就翻起來了 就開始支持 所以杜魯門 有說幾句話 因為 他 經過那個議員 編列預算 給中華民國 說要反共抗議 但是這個時候 中華民國 那個錢拿去 拿去送主婦 送美年的哥哥 送美年的哥哥 收了這些錢 還把他 還把他嫁在那個 美國 變成一個銀行 美國去跟他 所以送 杜魯門 說什麼 他們一家都是賊 就在說他們 所以 我們台灣人 亡亡亡 那些台灣人亡亡 讓台灣人亡亡亡 把他害怕了 照著你 那時候 有 在那時候 有一個人 他跟美國說 跟麥克阿瑟 就在日本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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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美國軍事佔領 是中華民國軍事佔領 你 不能夠 從台灣變成中華民國的 那些人叫什麼 廖文貴 就是廖文貴的阿兄 叫做廖文貴 剩一批文貴 就叫國民黨 跟他拼了 很可惜 所以 都經過六十年 才變成我生 所以這六十年裡面 台灣沒有學者 台灣真的沒有學者 什麼 社群 報仇 國際法 都嫁 那都是在中華美國 系統 的 國際法 台灣這個地位 你用普通的國際法 來算明台灣的地位 只有能夠講 差不多百分之四十 我講一個例 給你聽 我在 南清控 四年的時候 你一定會 有一次我叫我去人家 去那個 那個叫做 那個叫做 宏喜山莊 我去那時候 他告訴我 喝一喝一喝 你是讀什麼 我說我讀建政法 我讀建政法 真好 你怎麼不出來 替國家服務 我說我沒興趣 我根本就不想當官 你為什麼會這樣 他在說 台灣的地位 說台灣地位 怎麼有什麼好研究 他已經都研究好了 那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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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台灣的錢 都一本一本這麼高 寫得很好的 他跟我說 含你這樣說 你怎麼不要用你所有的建政 把它放在裡面看看 你一定會給我體貼這點 所以2000空四年 我真的整整的三個月 我一直在家裡 我的家裡是 我一直以中國跑回沒有六個 我全家裡是 沒空問的 公寓耶 三個月我都沒有出門 我有一個朋友對我很好 每一個禮拜去Costco 去買食物 來把我放在冰箱 我真的沒有出門 那三個月都在特建政法 全世界 因為我特營業很快 特大之後我坐在電腦上面 我沒有騙他的 他真的老了 想 台灣又是美國軍事政府 這麼重 台灣人都不知道 我肯定跟李電尾說 李電尾跟我說幾句話 他說認得 較慢的 嘿 我就想不到 你叫我去研究 現在研究好你跟我說較慢的 他才跟我說實在 他說那當初 他有叫11位 歐洲美國 國際法的專家來台灣 一個人給他1千萬 總共 10萬嘛 一億一千萬 他們這個一億一千萬 他說你去研究 研究什麼 研究台灣的國際領域 台灣到底 有主權還是沒有主權 他叫來研究那些人 都是讀普通的國際法 當然研究不出來 因為普通國際法 跟戰時的國際法 是完全 不一樣的系統 所謂的戰爭法 是表示什麼 五個東西 第一個 海牙第四公約 日內瓦和平公約 紅十字會 總章層 裡面的優冠 建政的部分 第四個就是 美國的最高法 他對 建政的伴力 第五個就是 美國的陸軍總署 野戰手冊 M FM FM 二十七 三千幾條 這五個東西 合起來 就是 建政法 所以很難 戰爭法很難 但是戰爭法 有在研究的 都是全世界最強的國家 你是 美國 法國 法國 英國 他們都有在研究 蘇聯 也是最近 他在研究 蘇聯在三四年以前 也有派兩個記者 來台灣找我 他說 你研究政治法 你可以將 研究的成果 給我們嗎 那些人是都說英語 我拿一些東西給我看 我跟他說 北方四島 現在蘇聯就這樣 北方四島 我說北方四島 你應該要行 什麼 行到日本天王 不是行到日本 行到日本天王 因為日本 麥克拉社長 他的 憲法給他改了 改了以後 大日本帝國 跟今天的新 日本國 是不一樣 憲法不一樣 我們兩個國家不一樣 所以 國家已經改變了 所以 不怪安倍 去普京 跟蘇聯的 總統記名 要跟他講 北方四島 蘇聯總統 他說 他說 你回去研究 這不是你的 北方四島 明明我日本的 安倍說明明我 怎麼不是我的 他說叫他回去研究 他第一次去的時候 他聽不清楚 他說 他回到日本 第二次再去 普京再說一次 你回去念書 回去念書 要再來跟我爭 安倍這邊回去 叫他的 他太太的一個助力 叫做拿一刻 來台灣找我 他說 沒有人普京說的 對 北方四島 不是你的 是日本天王 蛤 日本天王 我要討就不能討 他說你不能討 他說 什麼人才能討 你可以討 你想什麼人才能討 你可以討 日本天王 都說 他不能管國家的事 是 古今山富民 第一條的味 你覺得什麼人可以討 你絕對想不到 台灣可以討 希望台灣可以討 他叫四五年四月 找一 日本天王宣布 民地憲法在台灣是誰 從那天開始 台灣人民 變成日本天王的新民 土地是日本天王的土地 到今天為止 民地憲法沒有廢遲 所以台灣要就是 去死死日本 民地憲法 你有嚇一跳嗎 台灣如果要把土 可以把普京拿 北方四島行 所以蘇聯那兩個 記者來找的時候 聽到我說這個 嚇一跳 拜託拜託 普京要邀請你去 蘇聯訪問 所有的基票都要出 不過我把幾位 從香港 轉到歐洲 轉過去 說他錢都要出 我說 你不要跟日本 說北方四島的事情 我可以說 你後面 所以他們回到 普京 就跟中國 跟日本說 尤其是中國 江澤民 江澤民怎麼說 江澤民說 他在那個 黑龍江 有嗎 黑龍江 叫什麼 珍寶 跟蝦子島 叫蝦子島 很大的 比台灣比較大的 那個島 他跟中國說 這樣啦 我一半 我一半 一半 一半就變我 這樣好不好 來參謀 江澤民 叫蝦子島 他沒有帶我去建設 我呢 很好啊 然後中國 對來裡面 選一半說 江澤民是 民主英雄 你看到鬼 你不來不去 一半的土地去給蘇聯 蘇聯 跟日本說 北方四島 這樣啦 我一半 你一半 我就馬上 跟日本的政府說 不可以他代行 不可以代行 他一定要 男人要行李 他沒有代行 到現在也沒有代行 現在日本 所以如果他開始 他譬如說 日本以前這個國際法 尤其是建政法 他研究比我們透徹 那當時是誰 那當時是 大日本帝國的時候 所以你看 研究建政法 對一個國家 影響非常非常的大 我可以跟你保證一件事 你都聽得清楚 台灣如果要求 台灣這個島 一定要用建政法 同時戰爭法 在不久的將來 全世界通通會推崇 你看 希拉蕊在海南島說 要解決台灣太平洋的事 要用建政法 希拉蕊 那個歐巴馬也這樣說 這主要的 共和國都這樣說 現在南海的事 他們說幾次 要用建政法來解決 說南海到底什麼 但是這個中國實在很阿爸 他沒插他 他現在自己在南海 造島 那島 用疼的 所以我可以預測 幾年來的 會發生小規模的戰爭 因為習近平沒辦法看這個軍隊 叫他們說要聽話 他們就一定說要做那個島 做那個島有什麼好處 你要想看看有什麼好處 因為那個島 靠近外南 那個島 可以控制太平洋的尊貸進出 美國不可以 日本也不可以 外南也不可以 外面也不可以 外面也不可以 所以那個島 凶多吉少 我認為 今年裡面 美國一定派封殺機 把他拿掉 拿掉他見證沒有 不見 為什麼 中國他自己知道說 他的實力 跟美國插太陽 再來 美國所有高幹 95%以上的高幹 的子女 都在美國去討論 那高幹都是 美國人的爸爸媽媽 什麼 是怎麼賤 你如果見證美國選擇 所有的財政 都給你募修 所有的財政 都給你募修 都給你募修 你就扣扣了 所以不賤 拿去扣是扣扣的 所以南海的問題 中國也很傻 他一個國家 對付11個國家 如果要嚴格來說 南海是誰的 你心情感到南海是誰的 對啦 那是有特徴的 日本的 像日本的 在1934年的時候 日本 大日本帝國有選擇 南海 歸屬於高雄 高雄 高雄 東方雄 不管這樣啦 他選擇以後 他想 南海 他想他贊領 有一個問題 他選擇以後 美國共產黨發表 NO 南海不是你日本的 日本帝國的 但那時候 日本政府 有派專家 在那個地方 在那裡 所以那個地方 在國際法裡面 現在是變成無人的島 所以有的人就說 台灣也是無人島 所以台灣是什麼人發言 什麼人的 你們一定 世間都沒聽過 那無理啦 不對啦 那不合乎國際法 台灣這個土地上 不是無人島 台灣那時候 有六百萬的人口 怎麼會無人島 這是什麼人說的 呂秀蓮 呂秀蓮 台灣人有說很多很可笑的事情 什麼 什麼 什麼共識 就選舉 那時候是 有民主選舉 所以台灣變成民主 逐漸演變成民主國家 呂秀蓮說 那很小虧 他又合法的比較 還有誰說的 還有陳隆志 陳隆志說 台灣已經慢慢選舉以後 變成一個民主國家 所以台灣有一個主權 這把他們都合不來 說的 你就不讀建政法 就殺在合北島 合北母 所以你要看建政法 對一個國家來當 有多重要 我發表建政法醫院 歐洲有很多 小國家有主動跟我聯絡 他說你來給我寫 我多少錢給你 我說我只顧台灣 我就不符了 我給你寫 所以你要知道 所以我知道這個建政法 有很多的國家 越來越重視 你知道以前的國家 有幾個國家 第一次世界大陣子 有幾個 你們覺得有幾個 多少 沒有那麼多 六十幾個而已 以前 二十幾個 六十幾個 那些國家 你要注意一下 那些國家都有什麼 不是總統喔 都是什麼 國王不就魯王 清朝 風地 日本 天空 外南 也有風地 柬埔寨 有風地 緬甸有風地 泰國有風地 有喔 全世界都有風地 所以我們台灣人 對風地這個概念 沒有 我們沒有皇帝的概念 現在都風地 英國 法國 德國 大家的地方 六十幾個國家 差不多五十幾個國家 都有 皇帝 不然就是女王 所以我們台灣人 接受到的 中華民國的教育 以後 對風地這兩次 搞不清楚 都真的搞不清楚 所以教育的東西 很怕人 教育聽好將你的人生給你改變 聽好將你的思想給你改變 教育 以前的世界 全球的世界 都風地 現在沒有 中國 中國 教育 孫中山 也不是孫中山 也不是孫中山 要推翻的 我說實在 孫中山 他十幾個 警民 那是羅衛 各變的 真的 中國的警民 的公路者 不是孫中山 阿 怎麼想羅衛 報仇孫中山 阿 中國 中國 他說孫中山 不是 革命先行者 他不是說他國父 為什麼這樣 因為 武昌的 那個 辛亥革命 成功的時候 孫中山 人不在中國 在社會裡睡 看來報仇說 阿 中國 結婚成功了 趕快回去 現在世界 國家的記者 要問這些 中國人說 阿 這是怎麼行的 沒有人 他要說英語 阿 這個孫中山 出來 他要說英語 阿 自責主 那個 自己保育自己 阿 扔還這樣 跟他 稱他為國父 管劉鬼 孫中山 是做什麼事 我問你 他沒有做任何事情 補助 補助 國分社會 孫中山的事情 沒有一項 是真的 你有剩一個嗎 吃到這麼大 才知道孫中山是假的 孫中山也是美國人 中國的革命 中國的革命 是美國人革命的 宋美齡 也是美國人 有趣味嗎 那是路外 因為毛澤東 他 判斥說 自己自稱 他是國父 但是他也沒有 讓你孫中山說 他是國父 所以他 扣分到什麼 他是革命先行者 真正 中華人民共和國父 什麼人 毛澤東 毛澤東 武裝革命 推翻中華民國 所以你來這裡想說 你會覺得 哇夭壽啊 我以前說 大家都不一樣 不是不一樣 我們說的是事實 再來第二十世代 在一個時候 中國有幾個 三個 四個 嚴格來說 中國有四個 第二 如果你問你 一九歲一年的十一歲 吹九 將日本選前 是什麼人 我們的副本 裡面 九戒舊騎一隻北北 號召十萬青年 十萬軍 他說對日本宣戰 對不對 你會記得嗎 我給你看他的宣戰 什麼人 你會割一條 有 那個宣戰的那個 中華民國 對日本選前 選前 那時候 日本合作就沒有差異 日本說你也不是國家 你這個中國有四個 哪四個才是 你看 國民政府對日本 那個宣戰報告 我看 他沒有按照國際法 所規定的 沒有時間 沒有地點 如果中華民國 向帝國選前 都有時間地點 這沒有 這什麼人 什麼人公佈 你看 這人什麼人 主席 叫什麼名 林孫 有 有 在這個時候 酒界就是什麼東西 什麼東東 他是行政院長 這個主廖在哪裡 在這個 在這個 中興新春 有一個 台灣報告 不管 你怕去 高雄裡面 我當面去看 那裡有帶一個 就這個 布告的 元宿的 中華的 行政院長 蔣介石 一個行政院長 可以宣戰嗎 可以嗎 絕對不行 所以我們 通過講講 蔣介石向日本宣戰 看到鬼 最好 他就說 廢除不平等條約 我怎麼說 哇 蔣介石我們的偉人 他能夠廢除不平等條約 我問你 建政是失敗 所簽的和平條約 都是什麼 都是不平等 你建政失敗 你要簽什麼和平條約 你建輸啊 你如果不簽 還要繼續打 你只要打死而已 小月 所謂的廢除不平等條約 是假的 因為那些條約都不能廢除 所以我告訴你 馬關條約就不能廢除 馬關條約你已經掛台灣 給日本天龍了 你是要怎麼廢除 不可能廢除 所以認真看起來 哇 很多事情都是一路 都是謊言 把我們騙到有夠工夫 好 12月9號宣佈 那時候有幾個中國 是 一個是他 現在的焦點 對不對 不是現在的 林山的啦 還有一個什麼人 汪精衛在南京 汪精衛向誰宣戰 向美國宣戰 這方面現在還沒出來 過兩天沒聽新聞就有了 他向美國宣戰 還有一個什麼人 毛澤東在延安 他為什麼對日宣傳 還有一個什麼人 溥宜 在東北 滿洲 他也自身中國 四個四個中國 所以一本人 他宣戰的宣戰 一本人說 你說 你是哪一個中國啊 我要向誰宣戰啊 所以嚴格來說 二次世界大戰 一後 中華民國根本就沒有參加戰爭 我跟你說 中華人民共和更沒有參加戰爭 所以 中華民國不能簽署 究竟我們和平 聽到的是什麼 他已經被消滅了 他已經被消滅了 所以我們現在在台的課本 通通是假的 所以我常常說 台灣民眾的執政 所謂的博士啦 博士啦 學歷我們會宣佈 通通不算 我感到你在這裡 讀一個高級班 畢 在中華民國讀博士博士 比較有效 這叫做毒蘋果理論 你不知道我聽到嗎 在這塊土地裡面有毒 種出來的蘋果 蘋果 不可以吃 看起來是紅紅綠綠 但是每一顆蘋果裡面 所含的因子 都有毒 這叫做毒蘋果理論 台灣民眾有執政 你要托中華民國課本的人 不好意思 在這裡 登堂 你如果沒有登堂 我們就不承認你的學歷 這樣好不好 所以齁 你在台灣民眾的高級班 比特色素博士更有效 這不是我在操縱 你可能現在要再說 有可能出政 有的人問說有可能出政 我承諾你講過 美國反應如果打掌 中華民國國絕無效 中華民國新情無效 你看台灣會變什麼樣 情資選去台灣會亂嗎 不會亂免 美軍馬上交易 其實美軍已經一敗了 現在 我有看 差不多二百四千個左右 你記得看到嗎 法連 鋼山 台南的鋼山 屏東的基點 這個叫做樂山 樂山就是在新町 法連的這個叫家山 你看看 幾乎都是 美國的 軍隊裡面的主管 都是美國人在主管 比較重要的 部隊 飛彈 艦車 都是由美軍全面控制 你去那個網站看看 中華民國很多的組織條例 作廢 作廢 已經七百幾個作廢了 這表現什麼 他現在沒辦法發布新的 看到幾 七百幾個 中華民國已經不起來了 中華民國已經不起來了 他已經在準備什麼 要離開台灣 回去去問媽祖 跟他平坦 這家裡 時間到了 後來再跟你說